大家好欢迎来到股市熊八戟 我是爱丽丝 欢迎我们万通国际的 许名雄分析师 大家好我是许名雄 老师你知道吗 昨天美股大涨 然后台股受到影响 今天攻上万九了 但是又掉下来了 但是今天AI股 应该还算不错吧 好今天AI股开盘的时候不错 对 但是收盘的时候 开高走低了 对没错 好其实跟昨天 他整个戏马好像演的都一样 好我们来看这个 今天来讲的一些重点 灰达昨天涨了16% 对 他那美超委的爆涨 涨了多少老师 他美超委昨天涨了32% 非常可怕 那这波AI应该是要整个被带起来 为什么又开高走低 因为现在他们 其实这两档股票 他们都跟AI他们比方说 他们所跟他们营收 他们是有很大的比例 是 那么我们台股呢 我们台股 可能每一家公司都可能是一部分 不是全部 所以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异性 加上说这两档股票现在在涨的时候 大家担心我们这边的人 我们这边都很聪明 担心怎么样 担心他会拉回 因为现在涨多了什么 没错 因为他们这两档股票真的涨 涨的太多了 大家会担心怎样 他拉回 好 那么 大家都有忧患意识 对 没错 这其实也是好事 你们如果没有忧患意识的话 说真的 在台股在操作的话 那就麻烦了 就会很惨 对 会很麻烦的 好 我们再来看 那MWC 那么我们要抢先布局 当然了 如果说是光通讯的话是第一步 光通讯 其实这段时间 光通讯 我们在操作是在操作有关于美超围 它的一些供应链 还有受惠 对没错 其实光通讯偷偷的这一阵子 有股票已经涨翻倍 对没错 那就像光盛 那已经涨翻倍了 好 那么那些光通讯已经涨翻倍了 那么我们就先来换一个 换一条路 我们来看一下 别的路可以走 网通股 我昨天跟你说 赶快买广通股 那么有一档网通股 赶快来跟我们来布局 好 那这档股票今天也是大涨 来 4月份电价涨价 我就说 电费涨价的话 会引来什么 通膨 没错 大家的荷包又要失血了 那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台电每银 你昨天介绍的那个黑马骨 他要工长停了 今天 老师肌孝怎么那么好啊 好 其实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这只是刚开始 我昨天前天 昨天但前天不是跟你说吗 这档股票它未来会涨多少 今年今年光今年 他有机会涨50% 哇 我们现在布局准没错的 现在布局还有没有机会 当然还有机会 好 那这档股票 黑马股 再来我们看创意 创意指跌了吗 今天开盘的时候 他涨了60块 是 涨了大概4%左右 哇 很多人那么又开始觉得说 又看到希望光明 对 收盘的时候 又泼你一盆冷水 好 那么待会儿再告诉你怎么看 来我们来看 这次辉达 昨天再创历史新高 持续在往上走 已经到快800块了 那么市场上大家现在已经 这很多有法人机构 已经把它看到 才不久而已 有一张说预估 预估他的未来 他的目标价才1040 现在那一张一直 已经太低了没有用 现在已经换了 一直换 没错 回答现在已经快800块了 那只是回答 美超委更猛 昨天涨了32% 比他涨幅更大两倍 美超委 他才摔下去 他马上就爬起来了 对没错 那么他们的营收 其实他们这两家公司 现在还有加上一档股票 台积电 这三家公司 但是现在已经是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新闻而已 连全世界的新闻都是在这些 他们就是可以俗称是妖股 他们这两档股票实际上是可以的 我们台积电还不算是 还不算是 不算是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星期六 明天晚上的六点 你要记得来看 没错 一起来数钞票 怎么数钞票 你要来看 你才知道 那有哪些黑马骨 对没错 你要来看才知道 明天晚上六点 而且只在老师 YT个人频道 一定要去锁定 然后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银铛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么涨价黑马骨 今天一差一档涨停板 今天 那这档股票 来 那么很多人都已经猜中了 我也觉得 一定都猜到了 这档股票 好 那就先 这档股票 我认为还有机会 你如果不知道 你自己自己买 老师你太佛心了 就那几档而已 你这样放出来 当然 当然 有些股票 那么你给他说 加一 然后送给他 反正他自己 他自己不敢买 买的送给他他不买 他不敢买 反而像这个 他一看这个他知道 我们 我们还没 我们也正在布局 来 他也跟我们同时来买 其实跟我们买的价格差不多 这时候大家都可以一起收惠 对不对 没错 当然 你如果有时候 你可能自己买 你可能 可能看一看或是买一张 但是你跟我操作 跟我带你来做 那就不一样了 我直接就带你下去 那么如果有赚钱的话 当然持续开始赚钱的话 我们还会再加码 没错 再加码 好 那这次这档是黑马股 我认为今年很有机会涨50% 这样讲的话我就不能开牌 对 不能开牌 不能开牌 那这档股票 有猜到就让大家猜到 好 那有猜中的就恭喜你了 好 我们看下一打 MWC 网通股 这档股票今天也有涨 大概4%左右 这档股票 好 那么这档股票 未来我认为 像这个是 像网通 其实它很重要 你如果一些像 像AI伺服器 AI伺服器 它不是只有它自己一个独立的 AI伺服器的一个主机 一个很强大 你如果没有 没有网通 没有让它 资讯进 让它出 对 那根本就没有用 没有意义 所以当然还是要有网通 网路 那帮它 那些让它进去 让它出来 要去做连结 对 没错 就是这个 他们它是在做这个晶片的 哎 这样讲好像又 大家好像又知道了 又知道他是谁了 没关系 让你知道 也没关系 那千万老师也是想让大家观众能够看节目还能边赚钱是不是 当然了 如果是跟我们来操作的话 我希望带你赚一整段 对 这样子的话 不然的话有时候就刚刚才所说了 你买一张 真的也可以赚到钱了 赚买菜钱了 当然跟我来做 我一次带你做带你买10张20张 是 这样子财富倍增才会速度才会快 没错 那么我们这边是有电话 或是到我赖生活圈来这边去报名 都可以 来 这个网通 这个现在你如果现在 如果是今天来布局是最好的时候 今天吗 对没错 但它今天又有涨 明天的话 比方说今天你来布局的话你可以吃 一次买10张 一次买10张 对那到明天到布局的时候 像我如果要再带你操作的时候 便只能买5张 哦 你因为价格已经开始往上的时候 用往上 对没错 他就只能砍张数 对没错 他如果在往他在往上的时候 我只能让像新进的会员来买的话 他的张数我就要限制他 不能让他买太多了 哦了解 如果如果一直在追上去说今天买 我决定大概明天就要卖了 有可能会员 新进会员的人买个 加买个一张 因为隔天就要卖 先小赚一下嘛 也是 对啊没办法 这没办法 你越早进来 当然你买的价格越低 那当然那时候我会 我当然出手会买更重更多 好那这档股票我认为他后续 还有行情 还有很长的行情 哦 还有很长 你可以看到 他几乎你可以看这一阵子 几乎都是没有涨 都没有涨上去 是 其实你看我们大盘都已经是在天上 对啊 大盘在天上 他没有 其实他们这些股票 他们现在只是还没反应 等到他反应 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你已经太晚了 来不及了 又在天 又在天花板上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一档 来 这一档 又有了 又有一档 这档股票 当然我们会员 还没进场 是 直接邀请说 你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那么如果是我们会员进场的话 那么 就这样股票 那当然 我就会 想说要送给大家 但是我们会员还没进场 当然不能送 好 那这档股票我们会员还没进场 当然是不能送给你 那么我希望跟我们会员 一起来进场买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好 他如同你看看 他也是一样 几乎都怎样 这一阵子都没涨 都在调整 对没错 接下来的话 等到他的让来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子 就一个 一个坡就把他打上去了 对没错 一个坡就可以把他打上去了 这档股票 当然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会员一起进来 一起来操作 好 那这一档 那这是AI三巨头 这已经讲太多了 没错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好 贝曼昨天在创历史新高 我们台股也创历史新高 但是是 在盘中 还是收盘 还是在创历史新高 也是 也是历史新高 一定一万九了 好 那我们之前 这个是我们 其实这一段时间 那这档股票 说实话已经讲蛮久了 这档股票 大家相信 都已经背起来了 背的比我们还熟 没错 好 这档股票送给投资朋友的 2465利台 那他是做 他是美超围的供应 他的合作伙伴 现实合作伙伴 加上供应商 那么美超围现在 昨天涨30% 今天 今天 不错了 他今天也不错 他少涨 说实在说真的不错了 他已经涨那么多了 对没错 他这一波上次拉起来 已经快涨过来一倍了 是啊 他已经快涨过一倍 其实他涨幅是不太会输 没有输美超围太多 差一点点而已 美超围大概是4倍 他是快一倍 没错 好 我们再来看 那这档股票现在目前为止 当然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用再追了 现在还在分盘交易 当然是会受到比较大压抑 好 那我说他分盘交易 他也不会跌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对 是不是 我有说过他不会跌 你放心 很多人都觉得说他这档股票 因为大户也还在里头 没错 大户在里面 他卖不掉 对 他好不容易拉到这里 他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收缩 对没错 他卖不掉 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跌呢 对不对 好 这是有关于筹码上的问题 这以后我们再来谈 好 来我们再来看 还有见准 那见准这个是1月5号 那么在这边介绍给大家 当然我们这样股票 我们这里 如果这里也送给大家 还直接公开操作 没错 这里到从1月5号到2月15号 那总共多少长度 长度大概是40%45% 这公开操作 连卖掉我都告诉你 我们买进我也告诉你 我卖掉也告诉你 这样不是叫做公开操作吗 对不对 好这是见准 那我们卖掉 卖掉当然要买股票 我叫你不要买卖掉 卖掉买什么 要买什么呢 来你看一下 你看我们卖掉以后 你可以看到最近是什么走势 他就现在就拉回了 好来 再来我们说买这种股票 广运 广运 来看广运最近你看 我们买开始买 因为卖掉 卖掉的时候2月15号 卖掉2月16号 我们买进 像广运 今天有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不用太担心 那么我们会 当然不会担心 因为他们都买在67块左右 没错 好这是广运 那么他是做 现在是这个题材 静默式的伺服器 这里面是伺服器 里面是议题 这不是电视机 来 再来看 这已经这张股票我是很熟 我还到现场去看 还去了解 老师是现场考核过 然后觉得这间公司 蛮有未来性 没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广运 技嘉 因为广运当时我去看的时候 是38块 后来涨到108块 三倍 好 这6月5号 那技嘉是200块 后来是涨到384块 现在最近期的是394 394.5 这个市场当股票 去年6月4号的推荐的 6月4号是礼拜天 礼拜天 对礼拜天 不是礼拜天 那么在YT 我又推荐给大家的 礼拜一就是6月5号 好 来 现在最近 这我们已经卖掉 最近卖掉之后 你看 我们换到其他股票 你看 就最近在拉回 老师卖掉十几点漂亮 没错 当然是这也是重点 来 再来技嘉 还有技嘉 广达 你看到最近 都是在几乎都在拉回 来我们看 那创意指点了吗 那我2月20 这个2月20号 在这里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还要再等等 那隔天就跌了 就跌了90块 那么昨天其实一片大好的时候 AI股票一片大好 他也是开高 也是走低 跌5块钱 那今天呢 一样也是开高 走低 又跌了 今天跌10块钱 好 那么 老师我问一下 你觉得他会破底吗 我希望不要了 所以破底下去的话 很多人的口袋会在失血很多 对没错 这个再破底下去的话 就不得了 就不得了了 好 那你如果说真的 因为每个人买的价格 价格不一样 所要研办跟你分析的 会不一样 你如果这样股票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欢迎你可以到我赖生活军来询问 我告诉你怎么做 好不好 那么这样股票 这要个别的来讲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从这上面 差不多1900块左右 一样一直拉回到现在 将近快500块 对 那每个人买的价格当然不一样 所以他所要做的策略就不一样 好 这是创意 要到来的生活军来询问 来 那么 这是黑马股 这电费黑马股 大家都知道了 对 这一个网通股 这个今天一讲 大概大家都知道 对 我希望你跟我来做 今天的话说实在 还是今天是最好的买一点 下礼拜一 我觉得他会开高 又开高 又会开高 那么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还有行情 好 那么还有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那么这些股票其实都 这档股票我们还没进场 我们要准备进场 我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进场 没错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感谢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财因资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NE LINE 另外有任何问题 又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订阅老师的YT 个人频道 然后我们股市熊麻吉 下次见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咳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